好 为了加强殡葬园区同仁的防火以及急救能力 吉安厢公所邀请了消防局吉安分队与傅宣队 到火化场举办了防火的教育训练 那么厢长游淑珍希望同仁们强化灾害应变能力 在家可以自保 在外可以助人 消防局吉安分队的消防车和救护车开上了 池运山殡葬园区 傅宣队也带来削岛看板要加强防救灾的观念 这是吉安厢公所为了加强殡葬园区同仁的防火及急救能力 所举办的教育训练课程 随我无情 但是平安最重要 我们在池运山上说真的 这个工作都非常辛苦 不只是要做环境的管养 还有殡葬礼仪的协助以外 那我们面临的每天都是这个三昧真华 那在这里的一个保障性工作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我们基层的工作人员 也很愿意让我们更扎实的来 除备我们对防火认知 还有一些我们预防性的工作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只要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同仁 多用一点点心来做学习 然后一定可以 可以做好更好的防护 将近两个小时的课程 从预防火警发生 火灾发生时正确的逃生观念 还有CPR训练 以及灭火器实际操作使用 详细周园的课程安排 让每一位同仁都有亲手操作的机会 希望一旦发生灾害的时候 每个人可以发挥正确的救灾效率 不仅可以自救 更可以救人 借旅会节响报道